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兄弟平安 我们一起来试想以赛亚书第58章 我们终于来到以赛亚书 八个大段落里面的第八个段落 它是从58章到66章 我给它下一个主题 叫做真正的复兴 58章跟59章 首先要来处理 当百姓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 面对的是残破的耶路撒冷 以及许多实际上的困难 因此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到底上帝的百姓 该指望的复兴指的是什么 而这个复兴的内涵 以及在这个里面 人要参与和领受这个复兴 人这边该做的责任又是什么 而上帝他要做的又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从58章到66章要探讨的 我想这对于今天 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 所有在现实的世界里面 面对应许 以及现实之间的张力 的每一个圣徒 都会从这个段落里面 得到极美的提醒 以及极伟大的盼望 58章第一节 你要大声喊叫 不可止息 扬起声来 好像吹脚 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 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 他们天天寻求我 乐意明白我的道 好像行义的国民 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 向我求问公义的叛语 喜悦亲近神 他们说 我们进食 你为何不看见呢 我们刻苦己心 你为何不理会呢 看啊 你们进食的日子 仍求利益 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你们进食 却互相征敬 以凶恶的拳头打人 你们今日进食 不得使你们的声音 听闻于上 第二节告诉我们 这些百姓做了很多 看起来是非常美好的 信仰的行为 甚至在第三节 第四节让我们看见 他们还不断拼命的 进食祷告 进食祷告的目的 就是希望 能够更快的 更直接的 明白神对我的旨意 渴望知道神对我的旨意 渴望到一个地步 连吃饭都顾不得了 哇那百姓 二节三节 看起来是很爱神 可是为什么神说 不不不 你们犯了大错 神带领你们被掳归回 赦免你们的罪 使你们回来重新开始 甚至在回来之后 我们看过 看到透过前面几章 包含从55章56章看见 上帝要让他们重新建造 伊路撒冷的城墙 上帝也要让他们重新建造 伊路撒冷被毁坏的圣殿 好像一切都可以恢复到 以前还没有被 巴比伦毁灭之前的光景 但上帝要复兴的 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 上帝要复兴的 不是这些外在的硬体的城墙 也不是复兴这一些圣殿硬体的建筑 上帝更没有意思要复兴的是这些外在的宗教仪式 宗教行为 上帝要的是里面的 内心的 真正的遵行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意思 以至于可以跟神同心同行 所以面对以色列人 他们回来之后 面对很多真实的困难 他们就更加的 在宗教的行为上付代价 甚至到一个地步 神都没有回应我 所以我们就来禁食祷告 可是为什么连禁食祷告 神都不愿意回应我们 这边神就叫以赛亚 对他们说出真正的问题 你们虽然这样的禁食祷告 可是你们平常的生活 仍然是怎么样 没有公义 没有怜悯 你们呢 这些有钱的老板 逼迫穷困的工人 为你们做苦工 你们在禁食祷告 可是心中仍然在盘算的 都是你们实际上的利益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光景 这些曾经国破家亡 被掳做奴隶的以色列人 好不容易回来了 他当然想要复兴他的国家 想要复兴他们的产业 也想要复兴他们的宗教 但是呢 对神来讲 这些外面的复兴 还不是真正的复兴 上帝要带给他们 是一个不一样的复兴 是一个真正讨神喜悦 而且是神要赐给他们的复兴 所以呢 就算你们拼命禁食祷告 可是你们日常生活所作所为 不讨神喜悦 没有公义怜悯的心 神就不会让你们 禁食祷告的声音 听闻于上 神不悦纳你们禁食祷告的 祈求 神不回应你们 第五节神就说 这样禁食 岂是我所拣选 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 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 用麻布和炉灰 扑在他以下吗 你这可称为禁食 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 我所拣选的禁食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 解下恶上的锁 是被欺压的得自由 折断一切的恶吗 不是要把你的饼 分给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穷人 接到你家中 见赤身的 给他衣服遮体 顾许自己的骨肉 而不掩藏吗 上帝说 这种禁食不是我要的 你拼命做这种禁食 没有用 因为我要你做的禁食 是叫你刻苦己心 就如同在上一章 57章所说的 57章第15节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 也与心灵痛悔 谦卑的人同居 上帝真正的重点 还不是说他住在圣殿里面 上帝最想住的地方 是住在心灵痛悔 谦卑的人 他的心跟他的灵里面 以至于57章15节的下半段说 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因此呢 神所愿纳真正的禁食 是他刻苦己心 在神面前谦卑悔改 愿意真行遵行神的话 不要再欺压穷人 不要再跟自己身旁的弟兄姐妹 苦苦相逼 彼此相斗 互相伤害 因此呢 这不是神要的禁食 用麻布跟炉灰铺在地上 然后坐在这些上面 代表他真的懊悔 悔改 而不是外面那些 宗教的行为 神根本不会是你用几餐 没有吃食物 就可以让你交换利益条件的 神要的禁食祷告 不是这样子的 那是民间信仰的概念 第六节神就告诉我们 他要的禁食是怎么样的禁食 我所拣选的禁食 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子 解下恶上面的绳索 使被欺压的得自由 折断一切的恶吗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 将漂流的穷人 接到你的家中 看见赤身的 就给他衣服遮体 顾恤 就是怜悯 体恤自己的骨肉 而不掩藏吗 上帝要的 不仅是宗教上 亲近他的行为 上帝更要的是 真实的 活出生命的见证 你有能力的 你就不要 把重担加给别人 你要去怜悯那些比你软弱 困苦的人 这才是祷告的目的 当你愿意跟神同工 当你愿意成为神祝福别人的出口 使人得安慰 医治跟自由 复兴就来到 神真正要复兴的 不是这些外在的东西 神要复兴的 是你这位耶和华的仆人 能够成为他中心的好仆人 代表他将公义的审判 跟此代的救赎 施行于你脚掌所踏之地 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 在这个第七节里面 把丙分给饥饿的人 接待穷人 然后看见没有衣服穿的 就给他衣服穿 有关这段经文的应用 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 第25章里面 讲到山羊跟绵羊的比喻的时候 耶稣说 如果你们把这一切的事情 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那就是真正是耶和华的好仆人 神要复兴的到底是什么 还不是外在的城墙 圣殿宗教的仪式 神要复兴的是 他每一个耶和华的仆人 真正做光做眼 代表上帝施行公义 施行救赎 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 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 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 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他必说 我在这里 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 和指摘人的指头 并发恶言的事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 当你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 你这样行的时候 上帝他自己的荣耀 要成为你的后盾 上帝的荣耀要高升你 要祝福你 而上帝也要透过你 彰显他自己 神也会充满荣耀的上帝 第九节 到那个时候 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 你呼求他必说 我在这里 这就是神要的进食祷告 这就是神要的敬拜的生活 这就是神要的 一个背负心的耶和华仆人 他所要做的事情 以及他会得到的祝福 你如果从你中间除掉重恶 就是加给别人的重担 和指责别人的指头 你只会挑别人毛病 却从来没有改正自己 并发恶言的事 就是你不要整个嘴 你的嘴巴不要不好 专门讲一些不好的话 这个侮辱人侮辱神 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 使困苦的人得满足 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 你的幼暗必变如正物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去想象 回想耶稣曾经所说的 你怎么样量给人 上帝也要加倍的 这样的量给你 你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 遵行神的话语 去对待别人 神就加倍的这样对待你 但如果你是用神不喜悦的方式 对待别人 那神是公义的神 祂也用你不喜悦的方式 来对待你 我们继续往下看十一节 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 在干旱之地 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 你必像浇灌的园子 又像水流布绝的泉源 那些出于你的人 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 你要建立拆毁垒带的根基 你必称为捕破口的 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 你若在安息日 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 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 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神啊在呼召 和他心意的仆人们 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神的这些仆人们 就要被神为以重任 要重新复兴耶路撒冷 要重新修造上帝 之前被毁坏的城 这就是真正的复兴要领到 就是要先复兴你跟我 这个上帝的仆人 十二节说 从你们当中 上帝要兴起一批仆人 要重新修造 那个荒废已久的事 也就是说过去长久以来 不能解决的一些重大的 软弱或问题或破口 神要兴起这些 愿意跟随他的仆人 来解决这些 常年累月的问题 哇 这就是关键的时代 神要兴起关键的人物 做关键的改变 这就是复兴 然后呢 要建立那些被拆毁的 那些累代的根基 有一些世世代代的根基 应该要传承下去的 可是因为人的软弱跟罪恶 他毁坏了 但是神要让他中心的仆人们 重新来修建 然后堵住破口 把城墙的破口补起来 重新把那个路径 那个道路铺平 好让人可以进到这个城里面 安居乐业在神的圣城里面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 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 不以操作为喜乐 就是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而愿意停下脚步来 在那边享受神与你同在的安息 因为你很想要复兴一些事情 所以你停不下来 停不下来你就不会去依靠神 你就只会依靠自己 所以你就会走以前的路 你自己去跟别的国家结盟 甚至你自己怎么样 去跟偶像结盟 这就回到之前以赛亚书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去做的事 而怎么样解决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呢 就是要信得过神 特别在这种精神之下守安息日 你就真的能够怎么样 得救在乎归回平静安稳 这个是这边要告诉我们的依靠神 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 不随自己的私意 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耶和华要使你成价地的高处 成价地的高处是说 当你愿意在这个安息日里面 或是在这个与神相处的主日啊 或是与神相处的这样的亲密的时刻 享受在跟神的这样的信靠的关系里面 那神就要使你安居乐业 神要使你成价 乘车驾马 巡视圣城的至高点 让你享受平安康态 使你安居乐业 你越是倚靠神 你就越以神为乐 你越以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为乐 反而神更要祝福你 让你好像可以很平安的 很舒畅的 驾着你的马车 巡视 你的耶路撒冷圣城的至高点 发现国泰民安 安居乐业 我们继续来一下看 然后呢 又要以你祖宗雅各的产业 养育你 就是你要永远的安居乐业 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求你复兴我 我是你的仆人 主让我不仅只是在外在的事物上 在政治经济各方面 或是宗教的事情上 主啊看起来很热络 主你要我真正从内心里面 愿意承担 回应你成为你的仆人 你要我与你同行 你想要透过我实行公益 也要实行救赎 我愿意 主啊求你指教我 让我不走错的道路 让我以你为乐 我愿意成为你复兴的器皿 带来全地的复兴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宜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 一百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的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读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宜的影片 以及一百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 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 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魏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 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真的成为更多人 小钱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